作词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大德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山非常感谢 各位大德 在百忙之中 抽出宝贵的时间 来参加今天 乃至后面几天的学习 我们打算用五天的时间 共同了解 学习 佛陀 以及历代 祖师大德 关于佛门护法的系列教会 过后 我们再继续学习 地藏菩萨 本愿经 这些内容 都是我们 在佛法修学上 非常根本 基础的教会 所以 我们专门 我们专门 抽出一点时间 来谈一谈 我专门编了一个简单的讲义 讲义印的不多 同修们 可以互相传着看一下 这是我们接下来 这五天 学习的主要依据 首先 询问几个问题 大家不妨做一些思考 我们常常 在佛菩萨面前 许愿 有没有曾经许过 这样的愿 愿正法久住 我知道 不少佛友 到佛门里面来 带着很多 善良美好的心愿 祈求家庭平安 儿女孝顺 工作顺利 事业有成 这些在佛门中 如法地去求 都可以埋怨 或许 或许我们之前 常常在佛菩萨面前 许这样的愿 或许 有不少朋友 现在 每天拜佛诵经 正在许这样的愿 这也是佛法 给我们带来的 直接的利益 安慰我们 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得到一些利益 安乐 当我们得到这些 殊胜的利益之后 有没有想过 让更多的人 也能够 听闻到佛法 在佛法 学习的过程中 获得跟我们同样 乃至更为圆满的利益 这就是 首先要请大家思考的 我们常常在佛前 祈愿 是否曾经祈愿过 正法久住 作为佛弟子 这应该是我们的本分 只有正法久住 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 去学习 或许 有一些同修 参加一些法会活动 在回向的时候 也会随口念一下 愿正法久住 可能都念过 希望正法久住 利益众生 那么我们自己内心里面 是不是真的希望 正法久住 我换个通俗的说法 大家 希不希望佛法兴旺 真的希望吗 那么更进一步 再问一下 我们曾经为 正法久住 为令佛法兴旺 做过哪些具体的贡献呢 这个才是比较核心的内容 只是在佛前 许这个愿 我相信 许的这个愿 很多时候 没有祈求家庭平安的愿 来得正实 我们更多的时候 是求佛菩萨保佑我们 很少很少时候 才会想着 佛法还需要在世间 久住 还需要去利益 更多众生 所以 这是我们佛弟子 应该深入去思考的问题 假如佛法 在我们这一带 没落了 那么我们 在佛法中 所有的美好心愿 都将落空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专门 凑出几天时间 谈一谈 跟护法有关的教诲 主要的原因 因为有不少同修 常常 有这样一些 消极的想法 说这个佛法 弘扬的事情 兴旺于佛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我只需要把佛念好就行了 我只需要把我 现有的心愿 能够完成就可以了 以示于 出现很多消极的现象 譬如 在佛门 为正法 积极做贡献的人 人 事情 得不到 有利的支持 我们回想一下 当初我们自己 接触佛法 还不是很多大德 他们自己抽出时间 为我们讲解 不厌其烦地 劝勉我们 我们才多少对佛法 生起一点信心 进而走进佛门 归一三宝 然后又有了今天 看起来还算老实地念佛 这样一种行持 难道我们也是一生下来 一开始 就这么深信不疑 就直接了当 深入地去学习佛法吗 有一个过程 提供给我们这些缘分的 都是在做弘法 护法工作的这些大德 我们也有责任 有义务 把法推广出去 至少不能让法传到我这边 就停止不起 就中断 希望大家在这一方面 多少做一些思考 有不少在家学佛的朋友 或许会认为 这个是出家师父的事情 跟我们没关系 其实这部分在家出家 应该是我们学佛的 所有弟子 在内心深处 应该有的一种责任感 使命感 所以在这一篇讲义的一开端 我写了几段话 希望给大家共同 做一个勉励 大家不妨 常常这样去思考 过去孔老父子 有一个学生 叫曾生 曾子 曾子每一天 都用三件事来反省 那么作为佛弟子 我们是否也应该 适当地做一些反省呢 刚才提出的这几个问题 其实就类似于反省 作为佛弟子 我们是否经常 祈愿正法久住 我们是否真的 在内心深处 很希望正法 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地区 在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这个世界 永恒住世 更进一步 我个人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努力过 为正法九住 做一些具体 实实在在的贡献 真诚的感恩 各位佛友 曾经思考 曾经是 已经在做这个事情 过去 常常这样想 这样做 正在思考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这样去思考 这样去做 或者现在没有意识到 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将来才会思考 这些问题 不管在什么样的因缘下 我们能够升起 护法的责任性 作为三宝的一份子 我非常感恩 感恩 大家为佛法 做的贡献 实际上 当大家走入佛门的 那一刻 就意味着 我们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 不是说 来这边帮忙了 这是我们大家 共同本分的责任 这是每一位 富有责任心的 佛陀弟子 在思想中 在内心深处 义不容辞的 一种责任感 佛法 在这个世间的流传 固然 有赖于 佛陀的说法 以及历代 主持的传承 有佛陀的说法 我们众生 才有机会出灵 有历代 祖师的传承 法水 才流到我们今天 所以我们应该 饮水 试园 在佛法流传的过程中 护法的贡献 非常重要 佛门中 有所谓 一佛出世 千佛互持 在每一部经的开端 几乎都能看到 佛与诸大弟子聚会 外围 还有很多居士 诸谦善神守护 这些都是千佛献身 一尊佛出世 教化众生 要一千尊佛来护持 大家想想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很明白 就是护法的工作 比红法 要重要一千倍 要超过一千倍 一尊佛来说法 一千尊佛来护持 佛陀坐下的 千二百五十大比丘 这很多都是 古佛大菩萨来实现 释迦牟尼佛来教学 他方世界的佛菩萨 以弟子的身份来捧场 他们不在乎自己视线什么身份 只要配合 能够把度化众生的姻缘 做得更好一些 让更多众生得到利益 这是佛与佛之间 这是佛与佛之间 共同的血缘 千佛护持 这就是凸显 护法工作的重要性 护法 有不少同修 也常常在参与这个工作 我们进一步 去谈一谈 什么叫护法 护什么法 护法要做哪些工作 应该具备什么心态 更重要的是 很多同修比较关心的 护法有哪些殊胜功德 就是我这样做 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在接下来这几天的学习中 我们都会一一地讨论到 这里先简单 刚领性地说一下 护法 是用法的实践 来庄严 佛 庄严法 就是用我们 所学习到的佛法 在我们的言行当中 表现出来 让社会大众看到 一个学佛人走出去 自然而然 就会对佛法 生起信心 生起羡慕之心 就是学佛的同修 大家走出去 如果用佛法 来庄严自己的生活 庄严就是美化 化妆 我们会化妆 会美容 那么学佛的同修 要学会用佛法 来化妆美容 每天出门前 我们会照一些镜子 脸有没有洗干净 衣服穿得是不是整齐 走看又看 有没有破绽 学了佛之后呢 在照镜子的时候 不妨多提醒一下自己 我出门的时候 佛法有没有带出去 有没有把弥勒菩萨的微笑 带出去 有没有把观音菩萨的慈悲 带出去 有没有把佛陀的教诲 带出去 这是用法 来庄严我们自己 也是用我们的身语意三页 来庄严佛法 让周围的朋友同时一接触 就感觉到 某某人学佛了 不一样 从他的言谈举止 到他日常生活中的 每一个态度 做的每一件事 都能让人深深感受到 佛法的魅力 佛法的吸引力 那我们就是在互发 以我们的身语意三页来互发 不仅仅是个外表而已 这里更重要的强调一下 在意义上 就是在我们的思想上 要去除 功告我们 学会谦卑 我们学佛 感恩佛法 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滋润 通过对佛法的学习 学会感恩 身边的每一个人 给我们机会 那现在我发心学习做护法 感恩佛陀 给我这个机会 感恩三宝 给我这个机会 拥有这种感恩的心 谦卑的态度来互发 以身口意三页 圆满互发 也就是说 我们的身口意三页行为 都与佛法完全融合在一起 举一个例子 譬如师长 师长就是三宝的代表 我们学佛了 佛供在殿堂里面 通常情况下 佛是不讲话的 很多人来拜佛 应该没听过佛讲话 通常情况下 佛不讲话 偶尔也有例外 就是有特殊的感应 就像婆罗门女去拜佛 佛有为她说法 这是特殊的 通常情况下 我们来拜佛 佛没有讲话 课桌上有经典 经典也不会自己说法 那么我们学的佛法 靠什么呢 就是靠师长 靠三宝当中的身宝 来为我们解说 来为我们指引 修行的道路 所以说师长 就是代表三宝 三宝有需要我们付出 我们尽可能的去配合 举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直接了当的 是不是三宝真的需要 我们这样去做呢 客观上看 似乎三宝也需要 三宝需要我们去维护 但是 这不是单方面的需要 这是共同的需要 比如三宝门中 需要居士们来护法 而作为学佛的居士 我们更需要三宝 来滋养我们的法神会命 这就是此地说的 并不是三宝真的 而是我们自己在内心深处 要主动地 常常去感念 三宝的功德 常常意念 三宝的存在 用具体的行动 表达我们对三宝的境 佛陆 不再是 后世 常常说 以戒为是 以法为是 以佛陀教法 佛陀所留下来的教法 作为我们 学习的一句 而佛法 赖身 红传 就是依赖 身团 在世间 退化 因此 护法的核心工作 其实就是 护持身团 佛陀当年 在世的时候 有一位 大护法 就是 己孤独长者 己孤独长者 归一三宝之后 曾经 向佛陀 请教过 他应该 怎样做 怎样学习 佛法 佛陀 在对他的教诲中 曾经这样说 说你应该 甚至说 你必须 去护持 这些 身团里面的 救星人 必须 去护持 那些身众 而佛陀本人 也是把自己 归在 身团里面的 一份子 佛法注重的是 团队精神 佛法 在世间的 弘扬和推广 仰赖大众 仰赖生团 生团呢 仰赖居士 而居士呢 又仰赖三宝 所以 这是一个 相辅相成 相互依存的 因果关系 不能够单方面的 理解为 哪个必须要依赖 哪个才能存在 彼此 互相依存 这个才是合理的 至于 护持的实际行动 实际上 很简单 就是用我们 自己的财力 物力 用我们的时间 精力 投入心力 来维护三宝 令三宝 在世间 长久注视 利益众生 这种做法 在护持三宝的同时 更多的是在协助我们自己 这就是刚才说的 看起来 好像是三宝需要我们 去护持 其实 真正需要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通过对佛法 对三宝的学习 慢慢地 认识到 宇宙人生的真相 通过对法的觉悟 慢慢 断除 对世间 财物的执着 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地 激功累得 实际上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修行 断除 贪嗔痴 三毒烦恼 激功累得 利益众生 最终 成就 无上佛果 所以护法 就是落实 我们所学的佛法 一个直接的途径 护法 有两大工作 这是先简单 刚领性地说一下 就是我们要学护法 从哪个方面下手呢 从两个方面 首先 是使自己成为一个修行人 护法就要了解法 要学习法 使自己成为一个能够理解佛法 进而实践佛法 在佛法修学上 不断增上的人 就是我们要不断地听经文法 不断地深入学习 通过学习 我们才会慢慢发现 我们的生命需要佛法 这样说 还隔了一层 深入学习之后 慢慢会发现 原来佛法就是我们的生命 佛法是我们的自信 是我们的全部 到这个时候 我们对于法的实践 已经慢慢慢慢地 跟佛陀融而为一了 也就是说 这个法已经不是外在的法 是我们内心深处 本有的觉悟之法 不断增上的意识 就是要不断地提升 不是说 我皈依三宝了 办个皈依证了 这就是佛地址了 以后到哪里不用买门票了 这样就算是学佛了 这是不少 皈依佛门的朋友 常有的现象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同修 问 有没有皈依 皈依过了 知道什么叫皈依呢 不知道 皈依就是办个皈依证嘛 然后拜个师父 填个名字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皈依 甚至可以说 这得不到皈依 皈依就向学校报名念书 从今天开始 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嘛 作为学生 那就应该好好学习 没有学生报名之后 天天逃学 走出去还跟人讲 我是好学生 这样讲就说不过去了 那么尤其是我们要学习佛法 学习护法 要不断地深入学习 常常听闻佛陀的教诲 听经文法 加深对佛法的理解 一方面 一方面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的信心可以挣扎 另一方面 我们慢慢地会发现 生命的真谛 人生真正的意义 真正的价值 人生的归宿 我们可以找到更有意义的工作 这是 首先 学习护法 要让自己 成为一个在法上 不断学习的 这样的一类人 进而 护法是一种实际的工作 这种实际的工作 很具体 就是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平常这样的话 说不出口 说出来 很多人就说 这师父在化缘了 在打我们主意了 实际上 这也是 护法的 主要工作 佛在经上 对这样的做法 也是反复地鼓励的 只不过会换一个说法 譬如 在菩萨的种种行持中 排在第一的 大家还记得吗 菩萨有六度 有六条纲领 头一个是什么 头一个是布施吧 布施 就是学佛的入门之处 这是佛陀 教菩萨 学习的总纲领 头一门功课 就是布施 布施 对我们自己 是多爱贪心 而对众生呢 是给予实际的帮助 布施 不在多少 而在一份 虔诚付出的心力 随自己的能力 或多或少 体现出 我们愿意付出的精神 这是真正发心 在护法 在落实 佛陀的教法 就是我们说 我要学法 我要护法 我要落实佛陀教法 从哪里看 有没有落实呢 从布施开始学习 当年我们的净空老和尚 导师上面 去见张家大师 向张家大师请教 说佛法好 我很想在佛法中 得到真实利益 有没有很快 很直接的方法 张家大师 讲了六个字 说看得破 放得下 进一步又问 说看得破 放得下 我也知道 从哪里做起呢 大师就说了两个字 布施 看得破 放得下 我们都会讲啊 我们常常也会说 要看破了 要放下了 可是 真正讲到 看破放下 用一种实际的行动 去表现出来 非布施不可 就是看看能不能舍 不能舍 谈不上 看破放下 有人说了 我心里面能舍的 那是安慰自己而已啊 所以 佛陀教菩萨 同一条 同一条 修学的纲领 就是布施 懂得布施 才懂得放下 我们的导师上人 接受了张家大师的教诲 这六个字 做了六年 开始的时候舍不得 也是一点一点 养成习惯 到后来 把这一种 贪爱 执着 完全放下 越舍 越干净 越舍 福报越大 越舍 越自在 修行的功夫 也从这个地方 慢慢地提升 所以 这是一种 实际的修行表现 并不是说 三宝 需要我们 这么多 钱财 去做什么具体工作 看来 三宝门中 一些具体工作 需要 大家出钱出力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积功累得 可以断除 我们对世间财务的执着 这就是开始说的 它不是单方面的关系 是互相依存的 我们的财务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精力 用在别的地方 可以说 意义都不是很大 用在佛法中 用在三宝门中 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投入 却能因此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个意义 才是不可顾料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用钱去享受 享受过了就没了 我们把享受当中的一点点拿出来 去流通经典 应送法宝 那么因为我们应送法宝 某一个人 接触到佛法 他因此 破迷开悟 得利益了 我们这一点点付出 对别人来讲 对于天文佛法 接触佛法的人来讲 那就是至关重要的 对我们来讲 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一点点付出 而对于因此得利益的人来讲 那是改变他命运的一种付出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不妨多思考一些 这是直接了当地说 护持佛法 实际上就是要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 精力 参与到学习佛法 推广佛法的工作当中 佛法是否注释 靠僧团的住持弘扬 而在家居士的本分是护法 就是按照佛门的分工 僧团住持佛法 居士呢 护持佛法 当然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出家僧团也在护法 只不过呢 僧团以弘法为主 以护法为辅助 居士也可以弘法 只不过 更多的时候 更多的居士 是以护法为主 这两者相辅相成 这是佛陀正法永久注释的强大后端 佛陀当年在世的时候 是圆门脱波 有很多社会大众能够理解 就是在当年的印度 乃至在今天的南传佛教国家 对这一种制度非常尊重 现在到泰国 到兰卡 到南传佛教国家 每天清晨 很多地方都能看到 米丘们出来脱波 早早的就有一些信众 在十指路口 在固定的摊位 铺好了一个毛毯 把准备好的供养 干干净净的放在那里 等待僧团的经过 僧团经过的时候 每个信众都是恭恭敬敬 跪在那里 把他们准备的供养品 放到僧众的玻璃里 现在还能看到 佛陀当年在世是这样 因为他们那边的社会大众 对于修行人 对于僧众 有这样一种 虔诚的护持之心 有这一种恭敬的态度 所以很多年轻人 愿意参与到修行的行列 认为这是一份 非常神圣的工作 能够走入到这个行列的人 都是有福报的人 也有人说 在我们这边为什么不行呢 师父为什么不去脱波呢 佛法传到中国的时候 当时来传法的大德 就已经观察到 在我们这一边 这一种生活方式 不被尊重 我们这边 看到到外面去脱波的 不叫脱波 叫药饭 认为这是叫花子 这是乞丐 这是走投无路的人 没有办法的选择 如果有人这样去做 大家都会在后面指指点点 作为普通人 普通乞丐 被人指指点点 没有关系 身保的形象 代表的是佛法 众生因为对某一个 身保的形象 升起轻慢性 甚至因而诽谤 这个众生会造恶业 他会因此堕落 所以当时传法的大德 观察到之后 到中国来 这种生活方式 就改变 这是在我们这一边 看不到 圆门脱波 至少不能常常看到 这一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佛陀当年在世的时候 社会大众 对于宗教的护士 对于佛法的护士 应该说 是全民参与的 他有强大的护士体系 属于 正法形化 随后 佛法 在世界各地 传播 在有些地方 很兴盛 兴盛的原因 有很多 所谓众缘合合 不是孤立的因缘 那这里面有一个 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强大的 护士体系 护法团队 譬如 有一些朋友到台湾去旅行 看到台湾 佛法很兴旺 道场很庄严 年轻的学佛人 出家人都很多 很多人看到都很羡慕 为什么在我们这边不可以 这就是刚才说的 我们这边 急待培养 完善的护法团队 需要有更多的人 参与到 推广佛法 宣扬佛法的行列 然后 我们在社会上 也就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的各行各业的人士 欢喜学佛 这是一个 人为的因素 就是需要我们大家 共同努力 这就是刚才一开始 提出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想过 为正法在我们这边注视 在我们这边普遍宣扬 做一些具体的贡献 也有一些朋友 很关心佛法的现状 平常聊天的时候 谈起来 就发牢骚 说这个 某个道场不如法 某些修行人不如法 某些现象很不好 听起来 他好像很关心佛教的现状 实际上呢 恰好相反 如果他真的关心 不应该去指责 不应该去埋怨现状 而应该积极的投入 去改变这种现状 你都在这边发牢骚 别人就不会发牢骚吗 你都在这边指责 别人就不会指责吗 我们现在不应该再指责了 不应该再埋怨 不应该再去找原因了 我们应该更多的 去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为正法的宣扬 做些贡献 我们最终希望 不论哪一个人 上至国王 达官显贵 下至平民 贩富走足 从商人到一般大众 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到 学佛护法的行列到处 这样 佛法才能在我们这个时代 在我们这个地区 很快地希望 这是 护法的两个具体工作 大家可以这样去假设一下 在我们的身边 学佛人越来越多 精进的同修越来越多 我们自己 对于佛法的信心 是不是越来越强 当我们身边 学佛人越来越少了 本来学佛的慢慢也不学佛了 可能我们最后也会慢慢地 对佛法失去信心 看到别人 佛也不拜了 都去拜上帝了 我们最后也跑到上帝那里去了 所以我们在护持佛法 在推广佛法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守护 我们自己信心的过程 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学佛 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 弘扬佛法的活动 我们作为佛弟子 听到之后 都会信心大胜 因此才说 这是落实 我们学习的 佛陀教会的直接途径 自立对他 不是说可有可无 可以参加 可以不参加的事情 这是佛弟子 应尽的本分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这是我们在经上 常常常听闻到的 得人生 很不容易 在六道轮回之中 经上这么说 得人生者 如早上土 诗人生 诗人生 如大地土 有一天 佛陀 告诉阿南 说阿南啊 我现在抓一把土 然后把这一把土 撒在大地上 就问阿南 我现在 指甲缝里面 还留一点点 尘土 你认为 是我指甲缝里面的 尘土多呢 还是大地的 尘土多 这是不言而语的 阿南尊者 马上就回答 这肯定是大地的 土多 佛陀就说了 在这个世界 这一生 就是人道的众生 过世之后 还能再得人生 继续以人的身份 在人间出现的 那个比例 就像早上的土 指甲缝里面的 一点点土一样 更多的人 失去人生之后 再也得不到人生 在六道中 得人生 非常喜悠 大家看到 那个小狗 小动物 有些小狗 很通人性 它会哭 它会欢喜 它会表达 喜怒哀乐 你仔细去观察 它除了那个样子 跟我们不一样之外 它的喜怒哀乐 跟我们差不了多少 实际上 它有跟我们 平等的灵性 佛性平等 只不过呢 我们的躯体不一样 它得到的是一个畜生生 那我们又怎么能够保证 自己在轮回之中 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呢 这一生得到人生 是过去多生多世的修行 才有今天这个国报 所以应当珍惜 得人生的稀有意愿 人生可贵 更为难得的是 得人生能听闻佛法 得人生最可贵的地方是什么呢 人生好修行 在六道之中 天人福报太大 福报太大 不愿意修行 所谓富贵穴道难 三恶道众生太苦 太苦的众生 不肯修行 贫穷穴道难 只有人间 苦乐参半 说福报大 肯定没有天人大 说很苦 肯定没有恶道众生苦 所以苦乐参半 最适合修行 因此三世祝福出世 都在人间 为什么不在其他道呢 因为其他道 众生不容易教化 只有得人生的时候 容易教化 容易修行 所以人生之可贵 在于学佛容易 但是佛法 也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遇到的 佛法难闻 佛陀出世之前 很多众生听闻不到佛法 佛陀当年出世的时候 我们这些众生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有很多同修 看到佛经上讲 佛当年在世的那种盛况 常常感叹 要是当年遇到佛就好了 当年佛出世 我们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不知道在哪一道轮转 佛灭渡了 我们跑出来了 这在三途八难之中 称为佛前佛后 出生在佛前 佛没有出世 先出世了 遇不到佛 佛灭渡之后出生了 这是佛前佛后 遭了难 现在虽然佛陀不在世了 佛陀的教法还在 这也是不幸中的无安性 那么在我们今天 听闻到的佛法当中 能够接触到正当的渠道 听闻到纯正的佛法 也非常不容易 大家放眼望去 在这个社会上 就在我们内地 就在我们这个地区 很多民间大众 你问他你信什么 他也跟你说我信佛 问他你信的什么佛啊 他说我信的就是 那个城隍庙的佛啊 好一点的就是 我信的是观音老母 我们那个门口 就有一个老婆婆 遇到每个人都问 你信什么啊 我说我们信佛啊 你信什么佛啊 他问我们信什么佛 我说我们信佛 还信什么佛 信阿弥陀佛啊 那你们信观音菩萨吗 我说肯定也信啊 他说那不可以啊 我就说为什么不可以啊 说信阿弥就不能信观音 信观音就不能信阿弥 我说他有这样的说法 他说那肯定是这样的了 这就是他信的佛 在民间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就是他没有正当地了解佛法的途径 他信了一辈子 他认为那就是佛 也有不少朋友 没有正当地了解佛法 看电影电视剧 看文学作品 对佛法产生一些误会 认为佛法就是超度世人的 认为佛法是老人家学的 认为学佛人都是很消极的 因此一辈子再也不去了解佛法 这样的人也有不少 能够有正当的途径 接触到纯正的佛陀的教法 能够了解到佛法是佛陀 对一切众生至善圆满 幸福的人生教育 这也非常需要 很多人通过多年对佛法的误解之后 最后走进佛门 了解到佛法 原来是这样的 都很感叹 说要是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会耽误这么多年了 这也是一种因缘 所以才说佛法难闻 不容易 今生有幸遇到佛法 这是我们莫大的因缘 可以说我们这一生中 最稀有最殊胜的因缘 不是赚多少钱 不是遇到哪个最心爱的人 也不是自己意外获得什么宝贝 这一生 对我们来讲 最稀有 最难得 最殊胜的因缘 无过于遇到佛法 遇到纯正的佛法 或许现在我们感受还不明显 在往后深入学习的过程中 这一种感受会越来越明显 我也遇到一些朋友 看到我出家 很感兴趣 问一些无聊的问题 其实他也是出于关心 他要不关心就懒得问了 问什么呢 这么年轻出家 有没有后悔啊 为什么会出家呀 将来会不会还俗啊 这些挺无聊的 但是有些朋友觉得很有意思 我现在深深地感受到 遇到佛法 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 遇到佛法之后 最初决定出家 是我这一生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当然这不是每一个朋友都能够体会的 越往后我们在佛法的修学中不断深入 才能慢慢感受到佛法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的滋润 远远超过世间的所有成就 因为世间的所有成就 财富也好 名誉也好 地位也好 亲情也好 爱情也好 最终最后都会变得苍白无力 慢慢慢慢都会不起作用 只有佛法给我们带来的启发 引领我们对宇宙人生正确的观察 才会越来越明显 为我们的人生指明正确的道路 这是我们真正遇到佛法稀有的因缘 不是深入学习 那我们就会认为 这有什么 这不过就是几个月 当然就无法有这样深刻的体会 所以才说 我们需要不断深入地去学习 只有不断深入地学习 我们才能深深地体会到 为什么历代以来 有人放弃王位 他去修行 有人放弃宰相的位置 他去修行 有人放弃富豪的身份 他去修行 不理解的人会认为 他们头脑有问题 就像释迦牟尼佛 他放弃了王位 很多人以为 这个王子好像头脑有问题 实际上那是头脑没问题的人 那是真正把宇宙人生真相 看明白的人 我们需要多一些思考 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 才能够发现 在我们平常所追求的 世间价值之外 还有更有价值的东西存在 这是佛法中为我们提供的思考空间 这是更进一步 谈得深入一些 我们有 mul�的思考空间 以后 我们能够发现 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